第52届金马奖11月21号晚在台北落下帷幕 最佳男主角被导演冯小刚给领走了 关键是人家影帝本人忙着在北京开演唱会 压根没空参加颁奖礼 这样的情况注定本届金马奖会走一条不寻常的路 而颁奖礼前的红毯更是相当的热辣 对于那些没能最终获奖的明星们来说 走赢了红毯 这一趟金马也算没有白来 如果你要问女性中最惊艳的 那还得是天生为红毯而生的舒淇 入围影后的她当晚一身水蓝色青纱长裙现身 上半身镂空造型性感爆表 下半身的透视装让一双美腿若隐若现 我有穿衣服了 相比于舒淇向来不怕秀性感的林志玲 这一次的红毯着装略显保守 一身抹充长裙礼服走起了优雅路线 不过胸前的小小开叉并添了一份惊喜 当然了 有半性感秀身材的 那也就一定有走青纯路线的 比如一身中规中矩抹胸装亮相的马思纯 只是这礼服看起来怎么有点不合身呢 瘦了大概四五斤吧 然后导致礼服就稍微变大了一点 要说把青纯穿出了浑然天成感的 那还得是我的少女时代的女主角宋银化 一身小露相间的淡绿色长裙 搭配俏丽小短发 这可惜由于红毯一世遭遇大雨袭击 这近视的裙脚稍稍有失美观 我觉得可能遇水则发吧 我觉得是一个很难的经验 遇上大雨女明星们忙得手足无措 男明星们则轻松多了 至少人家不用踩着高跟鞋脱着长裙摆啊 当天现身的男明星们大多数选择了比较保险的深色正装造型 一个个都是西装革履戴上小领绝 因为说金马都是比较传统比较正装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邓超可就有人要跟你唱反调了 这不我们就在红毯前活着了一个放荡不羁的小董 我觉得舒服一点比较重要 玩创意令脾袭净的还有这次金马奖的主持人黄紫娇 一身银色的酷选西服搭配黑马造型高帽相当抢劲 整体身高瞬间赶超身旁的志玲姐姐 当然有五公分 哎呀黄紫娇原来你这一身造型全部都是为了弥补 你跟志玲姐姐那十余公分的身高差啊 怎么样本届金马奖的红毯明星们让你们看得很过瘾吧 在看完大家争取兜艳以后 电视之前的您也别忙着眨眼 因为接下来52届金马奖就要开奖了 冯小刚 得奖的是老炮儿冯小刚 导演冯小刚击败了国富城邓超等 战获了金马最佳男主角 不过金马奖当晚冯岛在北京为电影老炮举办演唱会 只派了导演管虎前往金马奖颁奖现场代表自己领奖 我想问问你今天儿媳妇来了多少 都来了吗 我很紧张 没唱过歌 是这意思吗 都说不想当影帝的导演不是好歌手 既然拿奖了冯小刚影帝怎么也得说两句不是 我不是冯小刚 替他说话 说句得了便宜卖乖的话 我应该拿最佳新人奖的 因为我还是个刚出道的新演员 直接给我最佳男主角 往后就没有进步空间了 刚刚这儿现在有一百多记者 然后您要跟他们说两句话吧 然后我就好交代过去了 好吗 瞧瞧有才就是任性啊 颁奖礼当晚成龙也表现得出人意料 这位闯荡影坛近四十年的大哥 竟然第一次单膝下跪为人颁奖 一向高冷霸气不善交际的皇上陈建斌 仗着自己颁奖嘉宾的身份 在台下各种蹭合影 还要求合影明星都拿着勺子摆造型 看来这一次为了自己的导演处女作 一个勺子皇上也开始走下神坛了 在一众颁奖嘉宾中 林心如苏友鹏这对环珠组合同样让人惊喜 欢迎颁奖人苏友鹏林心如 作为第52届金马奖的主持人 知灵姐姐当然可是现场玩起了变装秀 轰毯上还是霸气女王的她 一走进那一场就化身成了清纯学生妹 我的朋友告诉我说 是不是干嘛 我朋友告诉我说 一定要穿高中制服 跳一次个 不然长大一定会后悔 看过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的观众都知道 知灵姐姐这是模仿电影中女主角的形象出现 不过你可别以为这是知灵姐姐无意为之的 其实人家可是花了不少心思 只为与前男友严成旭同台呢 看着知灵姐姐这娇羞的小女生情态 相信又有不少观众大喊两人赶紧复合吧 不过这次知灵姐姐没给大家机会 因为她见完了严成旭 竟然公开向郭夫城市起了爱 谁谁谁哥 郭先生 您有什么事跟Aaron交流呢 我听说前阵子Aaron生日的时候 许了一个愿望 就是成家历史 对不对 有位有位 有有有 不知道您知不知道 在前阵子在一个世纪婚礼上 我不小心接到了一个捧花 是一种要结婚的预兆 好巧哦 本来男的帅女的美 台上台下两人的互动 看得观众心里一阵痒痒 谁知黄子娇硬要倒插一脚 让知灵姐姐的女神形象瞬间崩塌 变身了狂野女汉子 你为什么要脱鞋子 蛤 你要干什么 你知道我什么都可以做得到 你知道 您要爱的抱抱 我就来一个 升级版的爱的公主抱 你要抱我 来吧 爱的公主抱 只有林知灵可以超越林知灵 她给了大家惊喜 给了我惊吓 可以了 可以了 知灵姐姐一不做二不休 戴上假短发 穿上西装 等她为大家表演了一段歌舞秀 这场歌舞 知灵姐姐不是一会儿脱衣服 一会儿撕袖子 还玩起了高空脱举 把歌曲原唱者陈一迅都吓傻了 没有 她怎么 消失了 对不对 Magic I can tell you 结果再见 台北采访报道